说到柳妍呢 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性感主播啊 还有一个就是娇滴滴的弱女子 殊不知她才是真正的女汉子 不怕苦不怕累 也不怕疾病来清洗她 来看看 近日柳妍经纪人发布了一篇名为 你看不到的那个柳妍的博文 揭秘了柳妍出道之时 不为人知的心酸过往 她被查出良性肿瘤 她第一次觉得无助 她怕她倒下了 她的家庭一定会崩塌 柳妍经纪人所提到的这个肿瘤 不偏不倚 正好长在胸部 这对以性感主播名号 行走娱乐圈的柳妍来说 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可她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 而是家人 因为出道以来 她一直以一己之力 养活整个家庭 我怕我养不起家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挣什么钱呢 新人阶段 然后觉得家里 的确经济能力方面得靠我 我就觉得要是我真的 就病很重 又工作不了 别说实现梦想了 养活家人都成问题 的确挺崩溃的 虽然是良性的纤维瘤 可是这种疾病极易复发 果不其然 在柳妍事业上升阶段的时候 肿瘤再度来袭 她被检查出胸部肿瘤再度发作的那天 她说我们拍吧 万一那天真的倒下了 就没办法再拍了 索性柳妍足够坚强 靠着毅力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病情逐渐好转 我一直就没有抽烟喝酒 逛夜店的习惯 就是工作在家 然后静养 但最近在开始跳 郑多燕减肥操 然后定期的检查 像我胳膊前两天还去抽血 做正常的这种 半年一次的体检 现在的柳妍 虽然病情稳定 但胸部肿瘤 仍未完全根除 但人家心态够好 对于这一切 她心怀感恩 但还好老天爷眷顾我 有了新天地 做够的